十二对你好的每个人,都不是义务的,所以,要珍惜每一个对你好的人,三习惯了,是个很强大的词,可以代替所有意言难尽,四热情这东西其实也很脆弱,耗完了耐心,宰够了失望,剩余的就只有疲惫和冷漠了,五最怕爱情来得太快走得太快,最怕你说爱我却又狠心放弃了我,六人心都是慢慢打开的, 建立在足够多的陪伴和信任上,但人心也是一瞬间关闭的,有过任何一次失望,就再也不会如开始那样无条件信任了,其如果你没瞎,就别从别人嘴里认识我,把一个人在你面前开心,当关起门来他为你开心,没有谁活得特别轻易,你可以不理解别人,但请尊重别人,就感情世界里最没用的四种东西, 分手后的悔恨,不爱后的关怀,高高在上的自尊心,低情商的善良,时没有人会一直顺利,愿意更加强大,然后,有一天,你可以笑着讲述那些,曾让你哭的瞬间,十一当你遇到对的那个人,不是强烈的动心,而是长久的安心,十二,十三谁都不傻,总是敷衍, 都会渐行渐远,实业不笨,没被看中,都要越来越待,十四,你已经是个大人了,应该懂得如何区分清楚生活和爱情之间的关系,生活不是为了爱情而生,而爱情却是基于生活依存,你可以有一段糟糕的爱情,但不能放纵自己过一个烂透的人生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